运线盘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会碰到的感情的状况 当你运线盘里面碰到了四煞星 在感情上你会碰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好大家好 这支影片在上线的时候 上架的时候 应该快要请人接了 我们就来聊一下 当斗数里面的四煞星 放在你的夫妻宫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 指挥斗数的本命盘 也就是说你一般APP 或者盘盘盘排出来的那张本命盘 因为它是你出生就有的命盘 所以叫本命盘 它只会代表你的个性跟特质跟价值观 运线盘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会碰到感情的状况 今天主要就是来谈这个 当你运线盘里面碰到了四煞星 在感情上你会碰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那这边呢 如果有新加入的朋友不知道 说什么叫运线盘 可以网路Google也有啦 或者是说你看我们之前的频道也有提到 或者说有麦娥说也有提到 运线盘基本上 有大线跟小线跟流年嘛 就是可能10年或者是今年 这个感情状况 所以有运线的夫妻宫 所以运线夫妻宫里面呢 如果加了四煞星 会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感情状态 四煞星呢在抖住盘上面呢 通常代表的就是啊 你自己内心里面 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情绪 我就是要怎么样 我就是要怎么样这样 没有办法控制的情绪 那个莫名的你就会这样去做这样子 这个四煞星 火星 灵星 陀螺 晴阳 如果以这四颗来讲 我们最常提到的 是这颗陀螺星 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它 陀螺啊它是一种啊 纠结放不开 跟一种 讲好的地方就是它很坚持 讲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啊 你找到这就是一坨屎 你又怎么一定要把那个屎吃下去呢 对啊 你如果挑到就是个烂男人 你干嘛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而不因为放弃他呢 那当然不可否认 这种坚持有时候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的朋友看这个烂男人呢 可能那没什么前途 可是你愿意陪他熬 愿意陪他撑 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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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他从那个 大家不看好的那一个小人物 一路陪着他变成 也许他就变成上市公司老板 也许他就变成很有能力的人 那你就苦尽甘来 你们两个感情真的可以穿为一段佳话 可惜的是大部分都是一段笑话 不会是一段佳话 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这个陀螺心 人可以折善而固执 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是折善呢 固执的人他一定是相信自己的道理是对的 他不会是觉得说 我真的在吃一坨屎 我就是要吃屎 那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是觉得不是 这个其实是咖喱饭 只是他可能有点屎的味道 我多吃两口也许屎的味道不见 他就真的变成咖喱了 但是通常他吃的就是死 我也是咖喱 固执的人 你说他固执他是不会承认的 他会觉得他是折善固执 那问题是折善的状况少 但固执的状况多 那这个情况最常发生的就是在陀螺上面 你既然会纠结一定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说 这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该不该坚持下去 所以他会纠结 当陀螺星呢出现在运线夫妻宫 不管你是大线 小线 流年 夫妻宫的时候呢 基本上啊 你就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 你在那个时间点里面碰到的人 来追你的人 或是你喜欢的人 可能都不会如你的想象 当然你就要看里面是什么星药了 譬如说呢这个位置连滩 你希望这个人连结有真操 而且啊 那个懂吃懂喝跟懂玩 然后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再加上博学 然后呢 还要聪明 还要懂得沟通 这次连滩主要的特质 也都还ok 可惜的是当他如果有陀螺星出现 比如说今年的流年 今年的流年就会有颗流年的陀螺在这里 今年2021年 命宫 兄弟宫 夫妻宫 2021年的夫妻宫在这边 然后刚好有一个流年的陀螺星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刚好是连针跟贪狼呢 就会变成是啊 你会希望有这样子的人 但是啊 你找到的可能跟你想象的会有一点点落差 他也许看起来聪明博学 机智反应患 他也许看起来懂吃懂喝懂玩 很懂你的心 布列克陀螺 你纠结的地方在哪里 你纠结的地方就是啊 你会发现啊 他可能啊不是只有懂你的心而已 他也懂别的女人的心 他可能呢不是懂吃懂喝跟懂玩而已 他还懂得骗你还懂得互弄你 他不是只有好的人员跟机制聪明以外 他可能有的时候呢 这个好的聪明跟机制这件事情呢 还会用在一些不对的地方 那当然对这个人来讲 他不见得会觉得他是那么的负面 可是对于你来说呢 你会只看到他正面的部分 而忘掉负面的部分 或者是没有看到负面的部分 那就是为什么陀螺星如果放在运线的福气功上面的时候 你很容易啊会去找到不如你所想象的人 那这东西是这样子啊 除了极少数的人啊 除了极少数的人啊 譬如说我们之前在之前的节目有讲到说 这个对象化际到你的命功或者夫妻功 所以你怎么看他 他怎么奇怪 你都会觉得他是对的 除了少数这种情况之外 绝大多数的人在一定的年纪之后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 嗯我希望我的对象是什么样子 你会朝这个方向去找 免得浪费自己的时间 可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还是有可能会找错哦 这种情形通常就是因为有陀螺星在里面 那他会让你觉得他看起来是 但是不太是 那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好像是 因为我们在买衣服的时候 不是买鞋子的时候 我们说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觉得好像是这一件呢 到底对不对 但是在哪里怪 看起来怪怪的 通常哦 有经验的就告诉你说 那这个就不要买 因为他就是怪怪的 他就是不对的 陀螺星在夫妻宫的时候呢 你会在感情上面会有某些坚持跟期待 跟你不期待你不会纠结嘛 那所以你会有一些想望 然后这个时候又有桃花星进来 然后又有机会出现的时候 看起来又还不错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在想 这到底会不会是我改造的人 所以才会产生纠结 那当然我要跟大家说 通常啊 如果今天我们买鞋买衣服 我们都知道说 当你有迟疑或有疑虑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适合的 当你有迟疑或疑虑的时候呢 他就是因为他有其不适合的话 那更何况是感情 当你的运线有 陀螺星出现的时候 你其实都要去注意说 我要挑选的对象是不是会适合我 都需要有这样子的考量 如果说你已经是有感情对象了 就表示说你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呢 在情感上面会有一些东西 是你觉得不安 是你觉得需要考虑 是你觉得有问题的 甚至会因为这个问题 而跟他之间有一些 纷争啊 有一些摩擦啦 等等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纷争 跟什么样的摩擦 基本上我们就看主星 比如说桃花太多啦 那可能是 那个你自己桃花太多 然后他管着你 或者是他桃花太多 你管着他 那如果是像什么财星啊 可能是两个人的金钱价值观 那如果是 比如说太阳星这种的啊 是关于 两个人感情中间 到底谁要当老大 那就是地位的问题嘛 那如果是紫卫星呢 就看说他的所作所为 所以这段感情 是不是让你觉得说 你不得到尊重 或是让你没有办法觉得 在心情上呢 你会觉得是被合乎被捧在手心里面的 所以就要看他的主星的状况怎么样 那当然如果是有运线里面 有陀螺星在的话呢 也会有这种 如果你想要分开 觉得真的很有问题 你想要分开 也不容易分得掉 因为他就会纠结在一起 这跟刚刚我们在讲 你如果单身的时候是一样的状况 你不知道他看起来很好 可是感觉上有点不对 同样的在感情里面呢 你有陀螺星的时候 也是你觉得他不对 可是呢 又舍不得他某些好 所以你会卡住在那边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此呢 陀螺星啊 在夫妻宫内的时候啊 如果你是有另外一半 那而且你很爱他 然后呢 发现说呢 这个你跟他之前的问题 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们就会建议说 他就坚持跟撑下去嘛 撑着撑着 撑过陀螺过了 就一切就好了 或者他想要跟你分手 可是呢 你有陀螺星在 你也可以撑着撑着撑着 想尽办法呢 去躲他 不要跟他争吵 那也就会过去了 那如果说呢 你现在是单身 没有对象的 那有陀螺星在的时候呢 你就要担心说 你会不会啊 看错了 会不会啊 误解了 会不会啊 找到一个 你以为的如意狼君 结果呢 不是 所以 运线有陀螺出现的时候呢 在富气宫里面 要有这样子的考量 如果大家喜欢 这篇呢 有破 赞一千 我们就把后面的 青蛙活星跟灵星 统统把它降弯 然后补充给大家 你们想要其他在知道 要不要知道话记 话记应该也要讲嘛 对不对 谢谢大家 记得 不要只有点阅啦 要按赞啦 谢谢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